为什么回娘家不能和老公一起睡呢 每次回娘家呀 我妈总是不让我和我老公睡在一起 我又问过她为什么 她呢从来也不说 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回家 当时呢我们是开车子 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的 我们到家的时候呀 都已经是凌晨三年多了 我妈听到我们的车声 急忙起来呀给我们开门 然后还给我们下了面条 之后呀聊了几句 就说你们今天开了一天的车辛苦了 床我已经给你们铺好了 晚上早点休息吧 我爸妈呢平时都住在一楼 然后我的房间在娘家一直都是在二楼 我就跟我妈说 你呀快点回你的房间睡觉吧 我们洗洗呀也准备睡了 就在我们准备上楼的时候呢 我妈从房间里又出来了 然后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 你让你的老公呀去另一个房间睡 我已经把床铺好了 我说妈为啥呀 我妈就笑了笑没说什么 让你这么睡你就这么睡 不要问那么多了 我当时呀就满脑子的疑问 因为我记得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呢 我妈一直跟我说 女孩子呀一定要自尊 自爱自重 一定要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 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每次回娘家呀 我妈还是不让我们睡在一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呀 在我的心里已经藏了很多年了 我也想问问家人们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在你们当地有这样的习俗吗 你说如果全世界就剩我一个男的了 我是不是想娶谁就能娶谁 你想的美 怎么呢 那时候还有得了你呀 谁最强壮 谁最能打 你就是谁的 我是吉林的 吉林白城 下边通雨的 给个面子 当我把手拿下来的那一刻 不管我美不美 高低夸我两句呗 约会就是为了搂搂抱抱 一切不以搂搂抱抱 为目的的约会 男的就是冤大头 女的就是耍流氓 你约他出来吃顿饭 你花个大几百 你啥也干不成 那你约他出来干啥 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和女生约会啊 只是吃饭 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和关系上的升级 那都是无效约会 我有一个粉丝啊 他和女生出去旅游 来回花了上万块 结果呢 连手都没给摸到 这不就是大悦种吗 部分女生啊 每次吃饭呢 都会带着闺蜜 结果呢 是花了你的钱 你还啥也干不了 把你当成冤大头了 这就是典型的耍流氓 这种女人呢 你就要明确的告诉她 是咱俩约会 咱俩开恋爱 你带别人干嘛 记住了啊 男人越有态度 女人就越喜欢你 你越是忍让 他越看不上你 你们明白了吗 全国夫妻在床上 有个统一标准 男人说的最多的话是 帮我挠挠后背 女人说的最多的话是 你压着我头发了 两口子盖被子 也很有学问 夫妻合盖一床背 说明感情很珍贵 夫妻各盖各的背 不是淡了就是抢背 老公搂着老婆睡 不是新婚就是大醉 夫妻非要分床睡 不是房大就是婚姻崩溃 所以什么是两口子 不是一辈子不吵架 而是吵架了还能一辈子 姐夫 啥的了 求你个事吧 啥事啊 能陪我去鸡场接个人吗 我不去 让我睡一下 这一天 除你半点事 还得陪你睡一觉 你干嘛呀 你不说让我陪你睡一觉吗 我说让我自己睡一觉 你有什么 你咋想的呀 啥也不是 出去 打死都不嫁给双胞胎 结婚这都八年多了 我愣是分不清楚哪个是我老公 但另一个呢还一直都不结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美女如果有人给你两百万让你裸奔你愿意吗 我是在乎那两百万的人吗 主要是我喜欢 都是听得敢 哎呦你妈 姐姐 下一步 是不是该动房了呀 你长得丑 想得倒是挺美呀 你说这老了老了呀 这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最近这两天我总想你 也不知道哥哥你想不想我 如果 你们知道啥东西 从古至今都没涨过价吗 男人 不但没涨还贬值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好东西 开始没有这个东西还不行 老公你看 你看 看我的手 你手怎么了 手头有点紧 哦 你看我的嘴 咋了 你吃咋了 毛都没有 哎呦你妈 鼻子下面那道沟是干嘛用的 那叫引流曲 怕鼻涕跑不鲜了 哎呦你妈 男人占女人便宜叫什么 叫调戏 女人占男人便宜叫什么 叫勾搭 那男女互相想占便宜叫什么 那叫爱情 建议结果出来了 两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无话可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 明天咱俩就去离婚 然后你带着那两个孽种 马上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我凭什么带走两个 我只能带走一个 哼 怎么 你还想留一个给我 我每每看到她的脸 我就想起你这张臭脸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大儿子是你前妻生的 跟我有鸡毛关系 可以吗 可以啊 我是你女朋友 你想亲就亲 想抱就抱 你就啥都可以 你不用什么都问我的 那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把你这脚洗一下 实在是太臭了 胖臭 滚 有一个局长去出差 到了晚上就给她老婆打电话 说了几句之后啊 她老婆就说了 哎呀 赶紧早点休息吧 我今天累了 她老公这么一听 就说了 哎 我听着怎么旁边有别人呢 她老婆说 你不是走了吗 我晚上害怕 我就让我闺蜜啊 过来来跟我做伴 说你闺蜜是谁呀 是雨晴 这时候她老婆就说了 哎 老公 你不相信我呀 不相信我 那我就让雨晴接电话 你和她聊几句 这时候 这局长就说了 哎呀 那就睡吧 我相信你 然后啊 就瞅了瞅旁边 熟睡的雨晴 然后就抽了一夜的烟 到了第二天 就住院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吸烟有害健康 你旁边有人吗 哥哥 今天我就实话给你说了吧 我叫王丽萍 小明叫朵朵 不管你有没有给我点关注 我都要跟你说实话 我不怕挨打 那就是他们让你点这里 点那里都是忽悠人的 今天我就给你说一个正确的 找对象的方法 不管你多大的年龄都可以 我视频躲下角这个小方块 看到了吗 点进去就可以了 人权上有很多的单身美女 不用加好友 一件就能聊 可以语音 可以视频 想要快速脱单的 赶紧来试试吧 我也在这等你了 男人占女人便宜叫什么 叫调戏 女人占男人便宜叫什么 叫勾搭 那男女互相想占便宜叫什么 那叫爱情 中文字幕 李宗盛